所以我沒有走 我沒有離開過 我沒有放棄過 真的 一直在走 那還那還驚喜 對 那過年就像剛剛我們出名人說的 吃東西是整個華人世界裡面很重要的 可以吃大的 可以吃小的 可以吃高級的 可以吃路邊攤 結婚要吃 離婚要吃 談判要吃 火瓶也要吃 反正無時無刻不再吃 早餐brunch 中餐 下午茶 晚餐到宵夜 所以吃一直是我們人跟人之間最重要的潤滑劑 是不是 舒服 對啊 吃完了當然就開心舒服啊 所以我們選擇的一樣 每天在家人共聚在一起 需要的那種最重要的潤滑跟溫暖 就是我們神主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神主說的不是一個人 神主說的是一個態度 神主說的是一個精神 只要用心 愛心和關心 做出一道菜讓家人吃的 家人會笑 家人會滿足 人人都可以是神主 哇 掌聲鼓勵